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在过去两天,Chat Olama做了不少更新 其中主要的部分是关于聊天体验的更新 这部分改动已经发布在了最新版本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拉取最新版本来体验一下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关于这部分的改动 来看看新的用户体验是什么样的 也欢迎大家在使用中给我们提反馈意见 帮助我们这样Chat Olama越做越好 现在我分享的就是在本地运行的Chat Olama 模型部分并没有改动 大家依然可以在这里对 Olama进行管理 下载模型,删除模型 指令这里,我们依然可以创建和维护自己的指令 指令通常用来作为 咱们可以认为它就是系统提示词 在聊天中通过设置指令来引导模型 按照特定的角色或者需求进行工作 知识库也是保持了原样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在问答中 现在的用户体验是什么样的 在知识库这里作为演示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新的知识库 进行一番全面的演示 将其命名为WTF Launcher 1,2,3 这样我会把1,2,3克的内容 PDF文件放到知识库里 Embedding依然选择OpenAI的嵌入模型 选择三份PDF文件 这个是Launcher极简入门的1,2,3克 这样就可以保存了 在保存过程中 它会对这些数据进行索引 存到相应的向量存储或Redis当中 这样就有了一个知识库 我们点击它来看看聊天体验 这是我们已经改版过的聊天 我们将知识库聊天和原模型的自由聊天 整合到了一起 那么在聊天这里 左侧是聊天历史 咱们可以看到过去我们的聊天记录 同时这些聊天的历史消息 也是得以了保存 一会儿我会介绍 这些数据究竟存在了哪里 我们回到刚才创建的这个知识库 在这里还没有新的聊天历史 基于知识库聊天和自由聊天区别的 我们可以通过左向角这里 一个图标看到 有这个图标的 标示是基于知识库的 同时显示了知识库的名字 而自由的聊天是没有这么一个图标的 在知识库聊天这里 我们来尝试一下问答 问答前看看我们想要使用什么模型 在左下角这里可以看到 默认现在使用的是Gemma2b 这个时表示消息的条数 这个消息的条数是在与模型 或者与API进交互时 提交的消息的条数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是历史记录的上下文的长度 当我们想要切换模型 可以点击聊天窗口右上角这个铅笔的图标 在这里可以做一系列的修改 可以将这次聊天的话题 修改成自己想要的名字 或者好记忆的名字 还可以修改模型 比如我们将其切换到 moonshot 那知识库还是使用的WTF Lantern 123 消息的条数保持不变 还是失调 这样保存 现在可以看到在左下角 使用的就是moonshot 32k的这款模型 现在我们来尝试与它进行一个交互 我要提问什么是WTF Lantern 它会告诉我这个呢是入门课程 帮助初学者学习和使用Lantern框架 特别是针对版本做了介绍 这也是我在课程当中 将其绑定到了0.0.235 确保原代码是总是可用的 因为Lantern版本呢 还是在快速的迭代中 同时介绍了教程涵盖 Lantern基本概念 包括数据连接模型等等 我再来提问如何安装Lantern 它给到了我这么一个指令 这个指令呢是课程当中的内容 PIP install Lantern 0.0.235 OpenAI 0.28.2 这两个版本都是我们在教程中指定的 目的在于锁定版本 OpenAI和Lantern这两库呢 在后续的开发和迭代中 都已经发生了接口的变化 当时课程中的代码 在新的Lantern OpenAI的版本中 已经不工作了 所以这是很明显的来自于 知识库的内容 当然大家在用户 在使用中如果发消息 不习惯使用Enter 也可以在这里切换成Shift 这样Enter 这样呢按照自己最习惯的方式 来进行问答 这就是基于知识库的聊天 现在呢我们来尝试一下自由聊天 在左侧这里有一个加号 新建个聊天 这样呢就能够创建一个 与模型的自由聊天 在左侧可以看到有新的一个聊天出现 那么这个绘画呢 我们可以对其进行翻设置 比如在topic这里 我可以设置为python coding 帮助我记忆这次的聊天呢 是进行关于python编程方面的绘画 模型啦 当然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模型 比如我在这里选择 gpt3.5 turbo 知识库就不选择了 咱们来自由的聊天 现在呢在左下角看到模型切换的gpt3.5 turbo 我希望他给我一些建议如何开始 学习python编程 他给到了我一些建议 有兴趣的同学 大家可以读一下 那我想让他再告诉我如何进行python编程相关环境的安装 在这里可以看到右下角 这里有个stop按钮 当大家发现这个输出信息可以终止 可以终止这次聊天呢 大家可以点击stop停止 这里呢给到了我们蛮详细的 如何进行python环境配置的信息 那这个呢就是自由聊天了 聊天的内容呢完全就取决模型 给到我们的返回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 在新的这个聊天窗口中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 关于聊天历史记录这些信息 绘画以及消息的信息 是如何存储的 如果我们打开浏览器的控制台 在application这里 我目前使用的是chrome 大家如果使用的不同浏览器呢 可能这部分的界面会有所不同 在chrome当中 我们打开application这部分 会看到这里会有一系列的选项 在storage有一个叫indexdb 在聊天中的这些信息 绘画信息聊天消息呢 就是存在indexdb当中 也就是说所有信息都存在自己本地 因此呢所有聊天历史信息呢 都存在自己浏览器中 并不会上传到任何远程的服务器 打开indexdb 这里会有个chat olama的数据库 这里面我们打开看看有些什么内容 两部分 一个是聊天的历史 chat history 一个呢是绘画 我们先看绘画 绘画这里呢就记录了 在过去聊天中已经创建的绘画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聊天的绘画有八个 它正好对应了在这个数据库当中的八条记录 记录信息中包含了title是什么 模型用的是什么 我们可以打开随便打开一个 可以看到用的模型是什么 模型的family是什么 以及有没有使用到指令 有没有使用到知识库 因此聊天的绘画信息呢都存在这里的 那么聊天绘画中的历史消息在哪里存呢 就在chat history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就存储了所有的消息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目前最新的聊天体验当中 我们已经有了绘画的功能 绘画呢也会被保存下来 每一次绘画中的历史消息也都存储下来 但这些消息呢并不会永远 原封不动的所有都上传给模型 交给模型进行推理 我们会将最近的10条交付给模型 当然这个参数呢也是可以调整的 他们可以在绘画的设置这里进行修改 那这就是我们在最新的chat olama中 关于聊天用户体验方面的提升 欢迎大家来拉取最新的代码 或者是拉取最新的docker镜像 来尝试在最新的这个chat olama中的用户体验 是否能让你更加满意 也欢迎大家在使用中呢 发现有任何bug或有任何反馈意见呢 在代码仓库给我们以医学的形式反馈 也欢迎来到咱们的discord社区跟我们交流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进行 技术性的或非技术性的交流 这样呢也帮助我们可以把chat olama做得更好 关于如何来到discord 大家可以前往我们代码仓库 在这里呢有个邀请链接 大家可以点击邀请链接 进入咱们的discord社区 跟我们一起进行讨论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代码仓库 关注我们频道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分享再见 同学们拜拜